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叫 我看马克思 大家知道 那个毛老人家曾经自己讲过 说他搞的那套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大概在二十多年以前 李胜之先生就讲 实际上应该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也就是说在李胜之先生看起来 其实他跟马克思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跟斯大林的关系 但是跟秦始皇的关系可能更大一点 不过到现在为止 我想在今天我们改革四十多年以后 其实那个对马克思感兴趣的人 并不是太多 绝大部分人包括左派 对马克思其实都是 包括所谓的左派对马克思 其实都并不是太感兴趣 一个例子就是这一次的上海 那个上海隔离当中 很多人因为唱国际歌都被抓起来了 国际歌应该说是马克思 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左派的东西 但是歌颂秦始皇倒是方兴未爱 不仅这个主旋律是大捧秦始皇 是吧 那个什么大秦帝国 已经在中央一套专门播所谓历史证据的 那个时段连播了两次了 而且即使是在我们那些自由派朋友中 似乎他们仇恨马克思也比仇恨秦始皇要 要更多 一个典型就是最近我的朋友 最近我的前几年 不是 几个月前吧 我的一个朋友还专门做过一个要为法家证明的一篇文章 说那个法家实际上就是秦的主流意识形态 大家知道秦始皇是法家的代表 他说法家这个东西不能完全否定 当然他对法家也是有批评的 但是他对法家还做了很多肯定 但是这位朋友对马克思倒是从来没有什么感兴趣的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呢 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 除了谈马克思 我还要谈秦始皇的 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我们都要谈谈 在我看来啊 这个改革这40年了 我们对秦始皇 其实否定还是很不够的 包括我们那些自由派朋友 都有一些错误的 在我看来是错误的看法 但是对马克思呢 我们是好像是把它扔的比较远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其实应该应该重新判断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 200年前 一个犹太婴儿 在普鲁士属莱因区摩泽尔河畔 特里尔城诞生了 后来他成了专制祖国的叛逆 他的一句话 大家可能都知道 叫做工人没有祖国嘛 是吧 他的确也是他的祖国的叛逆 他对他的祖国普鲁士 可以说是神恶痛绝的 那么他成了专制祖国的叛逆 大半生流亡在外 最后他在自由的英国安身立命 找到了他思想创作的乐园 马克思的绝大部分著作 包括资本论都是在英国写成的 包括共产党宣言 也是在英国写成的 但是他形成演变 并且扩展成的那个 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 却被人们看作 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 看作主要是针对英国模式开炮的 是吧 就是要批判他所 大半生进行自由创作的那个家园 就是英国 我们大家知道 号称是批判资本主义 而在1840年代当时世界上的资本主义 最典型的就是英国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几乎所有著作中 讲的资本主义 其实都是指的是英国 包括资本论 也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 但是他的炮声震撼全球 却完全没有办法撼动 他首先针对的英国 但是在他于困惑和平病之中去世之后 从他的北年诞成前夕开始 他是1918年生的 而不是1818年生的 在他的北年诞成就是1918年的前夕 就是1917年 从他的北年诞成前夕开始 一大批与英国全部相干的东方国家 首先就是 他最讨厌的俄国 我后面就要谈到 马克思医生最讨厌的国家就是俄国 最喜欢的国家就是英国 就是美国 这个是和我们今天的所谓左派 正好是相反的 那么 从他的北年诞成前夕开始 一大批东方国家 第一个就是俄国 却截二连三的宣布 实现了他的思想 又过了70多年 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 包括所有相对于相对靠近他的理想所记的土壤 也就是工业化的西方的那些地方 就是包括所有的东欧国家 现在没有发生巨变的船都是那个什么亚洲啊 拉美啊 是吧 那样的国家 什么古巴了 朝鲜了 中国了 是吧 所有东欧的国家 包括俄国在内 都曾经发生了巨变 今天的普京 其实也不是继承马克思的 是吧 大家知道普京自己也说了 他反马克思反列宁 他要捍卫的是撒谎的那些东西 是吧 那么又过了70多年 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 包括所有和欧洲沾边的那些地方 都纷纷背弃了 打着他牌号的理想 连累的他也名声受损 很多人甚至认为这个徘徊的幽灵 已经一去不复返 但是在他二百年诞辰来临之际 人们却又发现 这个似乎幽灵已去的世界 仍然是危机四伏 于是关心他思想遗产的人 近几年又开始多起来 那么在中国这些不乖的学者当中 我应该算是受马克思影响比较深的 并且曾经受到两面的攻击 有一些自诩为经济学右派的一些朋友 曾经开过一个叫做秦辉专案组的网站 那个网站的那个首页上就写的 是专门要扒秦辉的皮 说我是自由派中潜伏的社会主义卧底 但是很多的左棍 并不会因为我经常同情的称赢马克思而放过我 相反对于被怀疑 寄予他们垄断的马克思神位的异端 他们是特别仇恨的 是吧 正如斯大林可以放过邓尼金 但绝不会饶过托洛兹 但是坦率的讲 我对马克思的同情 与许多西方左派也有相当的不同 这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意识不一样 举例而言 我同情马克思 甚至可以说相当同情 而且我还同情从马克思恩格斯 直到普雷汉诺夫和卢森堡的那些老左派 却不同情 至少很少同情今天西方的许多所谓的新左派 是吧 我们现在有些左派 他们总是喜欢标榜他们比较时髦 是吧 他们已经跟马克思不一样了 是吧 他们说他们不是老左派 他们是新左派 是吧 他们很少称赢马克思 比较喜欢称赢的 都是什么法兰克福学派啦 什么那个哈贝马斯啦之类的人 但是我这里讲的当然都是指的西方 至于中国 我认为除了社会上一些实际做弱势者维权工作的草根左派以外 学院里头实际上大量存在的是唯一左派就是保皇党人 是吧 这个我就不说了 是吧 我也不认为他们跟所谓的真正的左侠义的真正意义上的左派有什么关系 这一次这个俄乌战争倒也是一个倒也是一个禁止 是吧 因为没有人认为包括俄国也没有人认为普京是左派的 是吧 但是我们国内的这些左派都把这个撒谎普京当做自己的偶像 是吧 这个这个中国是这样的 这个西方不是的 是吧 西方大量西方的左派基本上都是骂普京的 是吧 那么啊 我这里只是指的我对西方的左派传统 是吧 我更同情老左派 反而不同情新左派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和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中叶欧洲一样 面临着民主和专制的斗争 问题一时其实比较接近 但是今天生活在自由民主环境中 已经完全习惯了的许多西方新左派 已经根本不知道反专制是什么东西 他们在批判所谓资本主义方面并不比马克思出色 但是老左派反专制的传统和雄厚的思想资源 他们却完全数点望主丢得一干二劲了 其次对于今天西方的左派而言 我比较同情社会民主派啊 就是传统的社会民主党 哪怕是相当激进的社会民主派 比如北欧高福利的那些倡导者 包括今天要加入北约的芬兰瑞典 那都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 甚至主张国有化的过去的英国工党 大家知道英国工党在追求国有化方面 甚至比瑞典社会民主党都还要典型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 其实从二十年代开始就不再讲国有化了 他们讲的多的主要是再分配 是吧就是高税收高福利 他们是主张私人办企业的 是吧只要国家用高税收高福利来进行再分配 他们觉得 但是英国工党一直到一九六零年代 仍然是希望国有化的 当然英国工党讲的国有化和 斯大林市的没收私有财产 把老百姓的财产都弄到国库里头是不一样的 英国工党的国有化 当然指的是国家用财政来投资办新的企业 或者说用公平交易或者自由交易的方式 赎买那些民营企业 是吧 那他不会搞没收 因为在宪政条件下嘛 但是他还是比较欣赏 那个国有化 那么 我比较同情这些 社会民主党工党这些东西 但是我非常讨厌什么呢 我非常讨厌那些所谓的文化左派 是吧 就是啊 这些人最喜欢讲的就是什么文化多元 呃 左派是呃 老讲越新的越好 是吧 他们追求所谓的进步 可是今天我们今天欧洲的很多左派 他其实讲的不是新的就是好 而是讲的多样就是好 只要不像西方那样的 他们就认为是好的 是吧 就所谓的文化多元 是吧 他们自己已经不再有马克思时代那种改造西方 使之更加进步的雄心 却总是以重新认识东方之类的口号 实际阻碍非西方的进步 希望我们这些他 希望我们这些他者 永远作为他们的文化观赏物 而存在 是吧 他们强调的并不是要改造西方 他们强调的多的是 非西方不要变化 是吧 你们呃 变得和西方一样 在他们看来不好 是吧 你们为什么要做人呢 你们就做大熊猫好了吗 是吧 你们就让我们看着新鲜 是吧 你们不应该 呃 呃 像我们一样现代化 是吧 他们现在我们的很多 呃 所谓的左派 呃 就是强调文化多元的 是吧 呃 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那么这个我是很不喜欢的 我觉得他们还不如 那个当年的老左派了 当然我这里讲的当年的老左派也包括马克思 但是绝不包括什么列宁啊 史大林之类的 是吧 这个我后面就要讲呃 实际上列宁和马克思是非常不一样 那么其次对于社会民主派而言 我欣赏他们对一定程度经济平等的追求 和对民主国家福利保障责任的追问 但是我并不欣赏他们对所谓心自由主义的那些抨击 是吧 他们主张福利国家是可以的 但是他们批评啊 心自由主义 我觉得是至少在中国 是吧 我并不认为他们这种抨击有什么价值 这并不是因为我相信心自由主义 认为他理论上无可指责 也不是因为心自由主义就比福利国家更高明 我同样反对心自由主义者痛骂福利国家 但是欣赏他们捐持个人自由 说讲的简单一点 我支持福利国家 但是我不反对心自由主义 反过来讲也是一样 我支持心自由主义 但是我不反对福利国家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 在今天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 低人权优势使得昂纳克预言 不再是预言的传球化危机中 西方福利社会危机的原因 已经不是或者主要不是西方内部的 所谓新自由主义 正如西方自由市场危机的原因 也已经不是西方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 或者福利国家一样 过去我曾经认为西方左右派争论 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 是一个真问题 虽然未必有真答案 但是所谓中国左派指责自由太多 和中国右派指责福利过分 都是在制造假问题 而今天在既无自由也反福利的中国模式 对全球化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我认为如果不考虑中国模式的威胁 请注意这里讲的不是中国威胁 讲的是中国模式的威胁 我认为如果不考虑这个模式的威胁 西方左右派关起门来争论 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 也已经越来越变成假问题 而不是真问题了 过去我曾经认为西方左右派争论 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 是一个真问题 虽然未必有真答案 但是所谓中国左派指责自由太多 和中国右派指责福利过分 都是在制造假问题 而今天在既无自由也反福利的中国模式 对全球化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我认为如果不考虑中国模式的威胁 请注意这里讲的不是中国威胁 讲的是中国模式的威胁 我认为如果不考虑这个模式的威胁 西方左右派关起门来争论 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 也已经越来越变成假问题 而不是真问题了 我曾经说过一句很极端的话 只要中国使用圈地运动家农民工的方式 生产的血汗产品还源源不断的涌进西方 而面临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压力 就是劳工权力福利保障 环境保护等公共干预之类 是吧 面临这些压力的国际资本 纷纷避入中国 或者没有条件避入中国 而被中资击败 那么西方左派就是灭掉了 他们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者 也挽救不了他们工会的没落 福利的崩溃和平等的倒退 那么也许会有人讲 不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 总可以怪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吧 他们的人权再低 也不会影响到西方的劳动者 但是中国只有农民工 又能怪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吗 没有户口等级制 就不会有农民工 但是户口等级制 难道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 那你除非把毛泽东 也说成是新自由主义者了 更何况今天的农民工 虽然横向比较中 以他的低人权优势 迫使发达国家的劳工 不得不拉低自己 向中国劳工看齐 但是在中国的纵向比较中 我们还是必须承认 可以出来打工的农民工 比什么自由主义都没有的 毛泽东时代就地饿死 也不能出外谋生的公社农奴 还是人权要高多了 只是那个时候的中国 并不参与全球化 他们的人权再低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右派 就一定比左派高明 因为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 面临中国模式的崛起 请注意不是中国的崛起 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 就是灭掉了他们国家的左派 也挽救不了自由贸易的没落 明摆着的 今天在美国取消自由贸易 改型保护主义的 并不是什么左派 恰恰是左派的敌人 川普 十多年前我就说过 中国模式的崛起 将迫使西方的福利国家 放弃福利保障 同时迫使西方自由市场 重塑贸易壁垒 如今我们看到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但是我要讲 川普现象也不能简单的视为 美国碰到了一个名叫川普的怪人 确切的讲 美国以及整个西方 其实是碰到了一种困境 在今天这种全球化游戏下 世界如果不能改变中国模式 那中国模式的确就会改变世界 但是既不是用社会主义 也不是用儒家 而是用18世纪的血汉资本主义 来改造21世纪的人道资本主义 用权贵资本主义 来演变民主资本主义 乃至民主社会主义 用奴工市场经济 来打败社会市场经济 或者用社会党人的传统话语讲 就是用专制资本主义 来打败民主社会主义 当然用更确切的 我认为应该用的语言 是吧 那就不是什么信社信资了 是吧 那干脆就是帝国主义 打败公民社会 是吧 在这个历史当口 如果西方的左右派 还是只会一如既往的对骂 而不知黄雀在后 甚至还争相 向黄雀示好献媚 所谓的左派歌颂低自由 右派歌颂低福利 那么自由与福利并食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同归于尽的一天 就很难免了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呀 我觉得西方的左派 大骂新自由主义 或者西方的右派 右派只骂马克思 这都已经过时了 是吧 威胁西方右派的 其实不是什么马克思 而是秦始皇 同样威胁西方左派的 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 同样也是秦始皇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观察一下 马克思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第一 我今天要讲的一个 就是马克思的自由概念 我这个话题呀 可能一天讲不完 不过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既然我们现在是自由主义者 那么我们要讲讲自由概念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 就涉及到我们 这二十年来讨论自由的时候 经常要讨论的 就是那个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有人说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消极自由 而积极自由是可怕的 是吧 那么马克思的自由概念 就是积极自由 是不是这样呢 是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 我要讲 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大概几年以前吧 我记得丁学良先生 有一篇回忆文字 说到他出到美国 有人问他 他们这些自由学者的自由主义思想 最早得知何处呢 丁回答 最早是得知 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的 美国人大为 差异 认为 马克思应该是 极权主义的鼻祖 怎么在中国会成为 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呢 第二 我们知道1989年 那场风波被镇压以后 当局肃清中国社科院中 各所的异端 居然有两个所被认为 最严重的自由化重灾区 是吧 当时曾经一度认真地考虑过 要撤销这两个所的 是吧 这两个所是哪两个呢 一个是政治学所 一个就是马列所 是吧 当时中国社科院 有两个最严重的自由化重灾区 一个是政治学所 一个就是马列所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对此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但凡是政教合一的体制 思想解放 通常都是从经学异端中开始的 是吧 如果你这个体制是政教合一的 那么一开始 这个思想解放 这个思想解放往往不是你这个教以外的一些什么东西 而是这个教内部的一个异端 是吧 正如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自由思想 也是从基督教内部的人文复兴 我们中国往往把它恶意为文化文艺复兴 这个以法我觉得是不对的 这个人文复兴和宗教改革思潮 这都是基督教内部的思潮 不过 在中国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与基督教初心时属于从古典文明到中世纪的潮流 也并非以自由为主要诉求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人 当时是从属于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潮流的 是吧 马克思自己曾经一句话表达过他的思想 说啊 他的思想其实不是什么很奇怪的 就是启蒙运动中的激进的那一支 是吧 这是马克思自己的说法 说他的那些原则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启蒙运动的中最激进的那一支 而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自由了 是吧 所以马克思谈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谈自由 我觉得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那么很多年前我在社会主义思想史这个课上 曾经出过一道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未来理想社会的著述中 民主 自由 国家 个人 市场经济 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主义 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上面这些概念中哪一个最核心呢 不说别的 我们就用持平来加以分析 那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的答案就是自由 现在很多人都不假思索的认定 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专政 专政比阶级斗争还要重要 而马克思讲的专政和民主都要加上都要加上阶级性的定语 这种定语往往比专政把专政和民主给搞成一回事 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就意味着对无产阶级搞资产阶级专政 同样无产阶级民主或者叫社会主义民主 也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搞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说法我觉得完全不属于马克思的 这个说法只属于列宁 列宁的确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我后面要讲的 所以说很多人一谈马克思就想起专政 想起阶级斗争 而且认为这个专政和所谓的民主加上一个阶级的定语以后 好像就是被搞得乱七八糟 也就是说他讲的民主 那往往其实就是专政 那么这个说法在列宁那里的确是这样 但在马克思那里肯定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些人同时还认为自由 则与马克思主义是绝缘的 这里有一个插曲很有意思 1980年代我们的官方曾经批评自由化 但是没有人批评民主化的 因为当时我们的官方意识形态认为 民主是有阶级性的 他们需要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不需要资产阶级民主 那么当时有一些人为了不满反自由化 他们就提出对于自由化也应该做这样的分辨 我们尤其是一些党内的改革派 他们认为他们就提出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 应该可以搞无产阶级自由化 也就是说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讲反对资产阶级民主 但是我们可以搞社会主义民主 是一样的 他们说既然我们认为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 但是可以搞社会主义民主 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搞社会主义自由化呢 我们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呀 这个说法当即就受到最高层的训斥 说是自由化只能是资产阶级的 不可能有无产阶级自由化 也就是说 在他们看来 马克思似乎最主张专政 民主只承认阶级的 而自由则完全拒绝 连阶级的都不接受 不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连无产阶级自由化都是不能接受的 这样的认定已经普遍到如此程度 以至于不但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 坚持这种认定 许多敌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人 也是因为反感这种认定 而成了马克思的对立面 但是只要真正阅读够了 真正阅读了足够的文本 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直观印象 比如共产党宣言 他主张阶级斗争 也有暴力革命的色彩 但是对于革命以后 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治理 采取什么样的政治方式 可以说基本上是语言不详 里面没有提到专政 而且民主也没有怎么提 更没有提到所谓的民主专政 这种说法 相反自由倒是出现了很多次 其中就包括了 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那句名言 每个人的自由 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 就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 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后面还会提到 那么其实这并不是个别的 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 给人的印象是 自马克思有了明确的主意以后 就是以自由个性 作为他的核心价值的 从早期马克思文稿中 对完成的个人的论述 宣言中对每个人的自由的关注 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 把自由个性 列为人类发展三阶段中的 终极目标 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应该是马克思 关于人类 所谓的客观规律的一个 最初线条 也是最初的一个表述 他认为人类是从 人的依赖性 发展到人的独立性 最后发展到自由个性 是吧 这个自由个性是一个终极目标 是吧 从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实际上如果 实际上今天有了电子检索手段以后 人们不但不难发现 在马克思全部著作 尤其是前期著作中 作为肯定性价值出现的民主持平 要远远远远高于专政 而自由更是远远远远高于民主 也高于平等和博爱等等 当时西方文化中流行的 其他正面价值 而且还有一点我要讲 马克思弘扬自由价值的时候 前面几乎从来没有加上 阶级的这种限制词 是吧 马克思谈自由的时候 总是谈每个人的自由 一切人的自由 自由个性等等 是吧 从来没有谈过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自由 是吧 实际上其实老实说 连资产阶级民主 无产阶级民主 马克思也没有怎么谈的 是吧 这是列宁谈的比较多 但是马克思还是 对民主 还是有区别的 是吧 我后面就要讲到 而对于自由就不是这样 马克思谈自由的时候 从来没有前面加上阶级的 这样一种限制词 所以这里我要讲啊 所谓无产阶级自由化 这种说法倒的确是没有必要的 是吧 当然了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无产阶级自由化 主要也是为了在当局的反自由化运动中 开辟一定的空间 是吧 说我们不能反对一切自由化 是吧 我们只能反对 我们应该反对坏的自由化 但是还应该保留好的自由化吗 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当时一些党内的民主派 这样讲也是 也是一种为改革扩大话语空间 是吧 不过从严格 从理论逻辑来讲 这个话的确是讲不通的 是吧 因为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自由化 他也甚至也没有讲过 主张无产阶级自由化 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是吧 马克思他就是要弘扬自由的 而且他弘扬的自由 前面从来和阶级没关系的 每个人的自由 一切人的自由 自由个性等等 他一般都是这么提的 当然我这里要讲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 带有很明显的康德黑格尔痕迹 尤其是后者 这里就和柏林讲的两种自由概念 有一些区别 柏林所谓的两种自由概念中 消极自由就是拒绝强制 是吧 就是只要你不能强迫我 那我就有了消极自由 而积极自由是什么呢 柏林讲的积极自由经常被误解 是吧 现在我们有很多朋友都说 积极自由指的就是福利国家 指的就是国家搞再分配 什么什么等等 其实柏林根本没谈到这个事 柏林谈的积极自由是来自康德的 是吧 所谓来自康德就是合乎道德的选择 是吧 自由就是就是选择了 是吧 就是你不能强迫我 我可以选择 这就是自由 但是所谓积极自由是什么呢 积极自由是康德讲的道德 自我完善 是吧 就是选择当君子 自由就是积极自由 讲的简单 这是当君子 当然是我的话 是吧 但是我觉得可以把柏林的积极自由 这么理解 是吧 我获得了自由 但是我选择当君子 不当小人 合乎道德的选择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积极的自由 那么马克思的讲的自由 是不是这样一种意思呢 我觉得肯定不是 马克思讲的所谓的自由 其实更多的带有科学主义 而不是伦理主义的谈议 是吧 他讲的自由 其实更是一种 更多的是一种 所谓合乎规律的选择 是吧 有一句名言 这句名言不是马克思的 而是斯宾诺沙的 斯宾诺沙后来黑格尔又讲过 是吧 叫做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马克思后来重复过这句话 这句话经常被认为是马克思的语录 其实不是马克思讲的 最早是斯宾诺沙讲的 是吧 但是马克思的确是有这种思想 就是所谓的自由是一种选择 是吧 是摆脱强制 我就是有选择 但这个选择不是乱选择 这个选择是要符合所谓科学的 是吧 符合所谓客观规律的 那么你掌握了这个客观规律 你就有了自由 是吧 这个其实是对于自由的一种 一种一种约束了 是吧 就像康德讲的积极自由 是吧 那个柏林讲积极自由 其实柏林没有完全否定积极自由 但是他的确对积极自由有一些警惕 是吧 因为如果你一讲 所谓的积极自由 就是符合道德的自由 那人家就要 你就就就会有 就有可能把消极自由就给取消了 是吧 说你的这个选择不符合道德 是吧 那么马克思讲的这个合乎规律的选择也是一样 是吧 那么有人就会说你讲的这个自由不符合客观规律 或者说不符合科学 是吧 不过 不过不管怎么说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啊 的确有一点我觉得是应该讲的 就是马克思多次的讲过 他的思想主要强调的是科学 而不是道德 是吧 他强调资本主义要灭亡 也不是说资本主义应该灭亡 而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是吧 就是资本主义按照客观规律 他是要灭亡的 而不是资本主义如何如何不道德 所以他就应该灭亡 是吧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马克思 他那个时代的人啊 尤其是对科学非常迷信的那个时代 是吧 他经常强调的都是规律啊 科学啊 这些东西 所以马克思讲的自由 是是是 和柏林的那个自由 有积极自由有点不一样 柏林的积极自由是 合乎道德的选择 那么马克思的自由 如果按照我的 合乎规律的选择 而选择 无论必须合乎道德 还是合乎规律 都可能被自称代表了 道德和规律的专制者利用 成为无限强制 及消灭自由的理由 造成罗兰夫人讲的 所谓自由自由 多少罪恶假辱之名以行 这样一种现象 是吧 很多人讲的自由 但实际上是消灭自由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这样 是吧 认为你这个自由 必须是道德的 是吧 就像那个罗伯斯比尔 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自由平等博爱 是吧 大家知道 那也是雅各宾派的口号 是吧 那么自由平等博爱 这个情况 起号下 他就杀了很多人 就消灭了很多自由 为什么呢 那就是罗伯斯比尔 可以借口道德 是吧 说我杀你是因为你不道德 是吧 所以那个罗兰夫人上 上那个断头台的时候 就说过这句话 自由 自由 多少罪恶 是借你的名义 是借你的名义做的 那么当然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 如果你说这个选择 是要合乎道德的 或者说这个选择 是要合乎科学的 是吧 那么就有可能有一些人 自称是代表了道德 或者代表了科学 是吧 那么这些专制者就说 你必须听我的 是吧 你听我的 那就是合乎道德的自由 或者说合乎科学的自由 如果你不听 是吧 那我就是 是吧 那我这个积极自由 就要消灭你的 消极自由 是吧 那么我觉得其实啊 这个人类的名词 这个就是回到我讲的所说 那也是空间太大了 事实上不仅自由 包括民主 平等 博爱 乃至现在我们有一些 所谓右派朋友 很喜欢讲的所谓 自生自发的秩序等等在内 所有一切的好词 都有类似的可能 这也就是积极自由 与消极自由的矛盾 以及我认为 制度安排 比哲学概念 更加重要的理由 是吧 如果我们要想选择 某一种 哲学概念 它是不会被曲解的 然后来保证 专制者不会出现 我觉得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是吧 因为一切语言都可以 有无从的解释空间 是吧 这个语言哲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要妨碍 要排除专制 是吧 只能靠制度 不能靠那个 不能靠那个语言概念的精确性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吧 不过 话又说回来 如果我们仅就马克思而言 他比柏林 早生几乎一个世纪 那时候 他所坚持过的 反自由的 或者专制的势力 不是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 这个是马克思的原话 马克思认为这个专制 或者说是扼杀自由的势力 主要就是两种 一种是自然发生的 一种是政治性的 自然发生的就是那个家长制 是吧 什么家庭啊 家族啊 就是我讲的小共同体 是吧 小共同体约束个人 那是自然发生的 还有一种就是政治性的 就是历史上的那些专制国家 领主啊 君主啊 是吧 那个那个帝国啊 是吧 他所讲的 马克思那个 他还没见过 像列宁那样的专制 是吧 或者说是像 希特勒那样的专制 那么马克思 见识过的 否定自由的 压制自由的势力 只有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就是他讲的 自然发生的和政治性的 自然发生的就是家长制 政治性的就是领主和君主制 那么除了这两种以外 就是法国大革命 那个时候出现的 是吧 以道德公共意志为理由的 是吧 比如说我前面讲过的 崇拜卢梭的 法国亚国兵派 和布朗基派 普鲁东派 乃至俄国的明粹派 是吧 那么他们都是以所谓的道德 所谓的公共意志 什么什么这些理由 来否定 那个个人 自由的 来否定那个选择的 是吧 在那个时代 以科学 客观规律 乃至于马克思主义 本身为理由的强制 都还没有出现 所以对于马克思的问题 意思而言 当时现存的一切共同体 对个人 或者说对个性的 超经济强制和属负 或者反过来讲 个人 个性 对于共同体 以及共同体的代表者 天人首长 天然首长的人身 依附 都还是前现代的 都还是要被所谓 历史必然性淘汰的 应该摆脱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强调摆脱强制的 消极自由 与合乎规律的 选择 这个意义上的自由 在马克思那里 虽然它是有区别的 但是并不像在柏林 那个时代那样 是吧 会有很严重的冲突 也就是说 柏林曾经强调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可能非常冲突 是吧 积极自由 可能会消灭 消极自由 是吧 讲了 柏林 说柏林彻底否定 积极自由 这是不对的 是吧 你读过柏林的书 都会知道 是吧 正如柏林对康德 还是有很多肯定一样 是吧 柏林没有彻底否定 积极自由 但是他的确强调 对积极自由 一定要警惕 是吧 积极自由的扩张 很可能就把 那个个人自由 或者说 个人不受强制的 那个消极自由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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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了 是吧 那么在马克思 那里 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是吧 借口科学 借口规律 来 限制自由 甚至消灭自由 在今天 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但是在马克思 那个时代 是吧 当时 比如说 中世纪的领主 中世纪的皇帝 是吧 他不会以科学的名义 去限制自由 他只会以 是吧 皇权啊 传统啊 是吧 那个那个 甚至血缘关系啊 以这些理由来 否定自由 是吧 所以在马克思那个时代 这种自由 跟那个消极自由 之间的冲突 其实并不 其实并不明显 所以这里我要讲 尽管马克思追求的自由 比所谓的消极自由 要更为复杂 也不同于柏林所讲的积极自由 我不妨把它叫做 服侍的自由 可以做多种解释的自由 这样的复杂自由 当然有他内在的矛盾 也可能被后世反自由的人利用 但却不能说 马克思本人是反对消极自由的 马克思不仅仅把自由看作是反对强制 但是不仅仅反对 当然不是 是吧 也就是说 马克思讲的自由的时候 他不是仅仅有消极自由 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消极自由 那么据说积极自由论者得势以后容易强制别人 这个问题很重要 但是就马克思而言 他既不能简单 他既不能简单归入柏林所讲的积极自由派 更从来没有得势过 他终身争取自由 其实是包括争取消极自由的 是吧 他终身争取自由 包括争取消极自由 反对强制 但是这个倾向还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我们就要谈到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叫右派马克思 是吧 这个当然是我发明的一个概念了 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 马克思的很多主张啊 你放到今天 他就是非常明显的右 他就是非常向右派的主张 而不是向左派的主张 是吧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是真的所谓右派 是吧 而是他的问题意思 是吧 所以马克思以及十九世纪 他们那批老左派 反专制的思想资源 是值得深挖的 是吧 这一点我要讲 十九世纪欧洲老左派 反专制的思想资源 要比现在的西方新左派 反专制的思想资源 要更深 是吧 要更值得深吧 今天的西方的新左派 基本上没有反专制的思想资源 是吧 他们也用不着反专制 因为他们早就走出专制了 是吧 过去也有人经常提到 马克思反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 马克思年轻时代 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就是骂普鲁士的 那个 舆论控制的 反对 凭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 但是也有人认为 马克思反对当时的新闻检查 那就像中共当年没有掌权的时候 也反对国民党的书报检查一样 是一种阶段性的姿态 或者临时的策略 不值得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其实我觉得这两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我认为马克思反专制 在当时的背景下 甚至可以说是反对现成国家 是吧 因为在马克思 形成他的思想 就是19世纪40年代那个时候 当时的欧洲绝大部分国家 还不是宪政民主国家 包括他的祖国 普鲁士 或者说是 那个时候德国还没统一 大家知道 在1848年那个时候 德国是1871年统一的 普法战争以后统一的 在1848年在马克思到英国的时候 普鲁士 德国 还没有德国 只有普鲁士 普鲁士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那么马克思反对专制 和以后的 比如说 49年以 那个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专制 这两者还是不一样的 马克思反专制 是带有本体论性质的 以至于 如果把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自由 落实到当时的具体社会问题层面 那往往带出的就是 消极自由 而未必是积极自由的主张 而如果把马克思那些 关于终极理想的 语言不详的话 忽略不计 那么当时的马克思 还有恩格斯等人 与其说是像今天的社会民主党 我这里说 与其说像今天的社会民主党 我就根本不提什么 斯大林列宁了 因为马克思不像斯大林列宁 我认为是用不着多说的 我这里要讲的是 当时马克思的很多观点 如果拿到现在 与其说像现在的社会民主党 还不如说 更像是现在的自由放任主义 就以最近美国左派强烈要求的控枪 是吧 最近美国刚刚有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学校 发生了枪击案 是吧 我们最近那个这几天新闻联播不断的在播 美国的这个枪击案 是吧 强调那个美国的民主党 或者说是民国美国的所谓白左 是吧 强烈要求控枪 而那个美国的右派 就是川普这些人 是反对管制枪支的 是吧 那么现在好像比如说 现在的西方就是左派要求控枪 尤其是美国 右派 要维持公民持枪权 是吧 我曾经以前也讲过 我说就以这个问题而论 尽管就现实而言 我基本同意今天美国应该控枪的 这个观点 是吧 我觉得美国在美国 在今天鼓吹公民持枪权 应该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是吧 但是如果穿越回一百多年前 今天美国左派的说法 却更像是在批判马克思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确是 一直在几乎取消常备军 要求欧洲各国学习美国 瑞士实行全民持枪 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那一句最有名的话 我曾经引用过好几次的 就是恩格斯讲的一句话 是吧 他说如果每个公民 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枪和50发子弹 还会有哪一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 恩格斯在他的这篇文章中 还专门把这句话加了黑体 表示强调的 是吧 那么这种公民持枪权当然是一种典型的 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很极端的消极自由了 因为如果用积极自由的观念来讲这个话 那就是说 即使持枪权 应该是有的 这是自由吗 那么也应该是合乎道德的持枪权 是吧 也就是说 可能有人就会说 君子可以持枪小人就不能持枪 是吧 这是所谓的积极自由的含义了 但是我们知道这怎么可能呢 是吧 要么就是有持枪权 要么就没有 是吧 那么有持枪权 那就是消极自由 是吧 不是说只有君子才能有持枪权 小人就没有 是吧 可是如果按照这个观点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 他就是主张消极自由的呀 是吧 他就是没有说 你政府要审查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君子 是吧 如果不是君子就不能持枪 没有的 是吧 恰恰相反 是吧 公民持枪权的理由就是防止政府的 那个那个暴政 阿克思也是这样讲的 是吧 恩格斯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枪和50发子弹 还会有哪一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呢 换句话讲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更像是今天美国的右派 而不是左派 当然我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就认同今天美国的右派 而反对美国的左派 是吧 我只是讲一个事实判断 就是马克思当时他讲的自由啊 其实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 包括首先就包括消极自由 是吧 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 马克思那个时代消极自由也是需要他们争取的 这和现在的西方左派是不一样的 西方现在西方左派是吧 他们可能认为面临的是消极自由太多了 但是马克思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 是吧 那么还有第二个 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今天民主国家的左派 这也是我以前谈到过的 今天民主国家的左派对城市中的贫民窟骂得很厉害 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大罪恶 他们依靠平民的选票 为平民说话 要求政府给穷人提供住房保障 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于穷人在城里安家的权利是天经地义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种穷人没有选票 而官府却可以驱逐低端人口 不准平民有窟对穷人离庭扫穴的那样一种体制 所以他们从来不会提出穷人有居住在平民窟的权利 这样一种主张 是吧 因为这种主这个在他们那里没有这个问题 在他们那里穷人就是不能赶走的 是吧 因此平民窟问题对于今天的民主国家而言 就是给穷人改善住房的问题 是吧 不是驱赶穷人的问题 但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 欧洲很多国家含有像我们中国现在的这种情况 就是驱逐低端人口 是吧 借口平民窟不雅观 平民窟自安乱 是吧 就把穷人给赶走 是吧 那么在马克思那个时代 欧洲是有这种体制的 就是法国的欧斯曼体制 是吧 欧斯曼不是 法国法兰西第二帝国 是吧 就是拿破仑波拿巴时代的巴黎市长 叫做那个欧根 欧斯曼 是吧 他本身是个警察头子 那么我曾经写过文章 谈过这个事是吧 奥斯曼改造巴黎 把巴黎北分之四十七的房子都拆光了 是吧 大规模的拆迁把穷人都赶出巴黎 然后把巴黎盖成一个 那个那个世界最漂亮的首都 是吧 对这个事情 马克思是骂得很厉害的 是吧 在这种奥斯曼体制下 当时有人大骂贫民窟这种资本主义罪恶 并且记起伦理社会主义的坛子 认为国家应该把穷人赶回田园斯班的乡村 或者限制他们进入城市 是吧 认为他们在农村啊 过着田园私事的生活 是吧 嗯 那个时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起来驳斥这种新乡村主义的论调啊 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普鲁东 是吧 而且旗帜鲜明的捍卫贫民窟居民的居住权 严厉斥责驱赶平民的奥斯曼体制 恩格斯当时认为资本主义的罪恶并不是存在平民窟 而恰恰是掌权者要强拆平民窟 他强烈谴责在平民窟的废墟上开批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 在街道两边修建豪华的大厦 建立豪华壮观的奥斯曼城市 并未有这种巨大成功而大势自我吹嘘 这都是恩格斯的原话 今天的欧洲左派是不会讲这话的 为什么呢 因为欧洲现在已经不可能有这种驱赶穷人的这种体制了 但是当时的欧洲是有的 我们现在也还是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意思 我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住宅问题的这些著作 我就感到那个那个真的是那个那个感到很亲切 但是你看到现在西方的左派的那些谴责平民窟的那些东西 我就觉得简直是他们讲的东西根本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 是吧 因为穷人面临着被赶走的情况下 你说这个穷人不应该住在贫民窟而应该住在豪华的房子里头 那根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是吧 当时恩格斯 我这里提到的就是恩格斯那本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反映住宅问题的最典型的一部著作 就是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恩格斯回顾自己早年对英国工人贫民窟恶劣条件的揭露 以后他说尤其在他们不是因为自由交易 而是在圈地运动中被强制驱逐出来的时候 更是应当谴责驱逐者干出的无耻勾当 但这绝不意味着像普鲁东那样歌颂原来在农村的那种生活 是吧 什么有自己的小屋子 小菜园 是吧 自己支布 是吧 恩格斯是非常 反对把城里的穷人赶出来 以这种田园私事的理由把他们赶走 恩格斯就明确讲 尽管他当年写过那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是吧 说英国工人是当时的贫民窟多么多么的恶劣 是吧 但是他也讲 即使在贫民窟中 英国无产者比1772年有自己家园的农村职工 不知道要高出多少 更有甚者 恩格斯不仅为贫民窟的租户辩护 还为租房给他们的房主辩护 当时像普鲁东这些人 他们都在城市平民中 喜欢讲阶级对立 是吧 这个阶级对立就是平民租户和房主的对立 是吧 他们老是说 那个城市平民 应该反对他们的房东 因为他们的房东收房租收得太高 是吧 他们说平民租户 那个悲惨处境 那么恩格斯就旗帜鲜明的就讲 说不是的 说那个平民租户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的拆迁 是吧 政府是政府把他们赶走 是吧 不是那个房主 是吧 恩格斯就明确讲 是吧 普鲁东挑动平民租户向房主搞阶级斗争的主张是转移视线 认为租户和房主应该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强拆平民铺的官府 像这样的主张今天的西方左派会讲吗 是吧 当然不会讲 当然我也不能说西方的今天的西方的左派就多么的不行 是吧 因为西方今天的西方左派他不再面临这样的问题 是吧 那么今天的西方的左派当然他们如果要保护城市的平民租户 当然他们主要是面临的他们和房东的关系 是吧 现在当然西方的福利国家也有一些保护贫穷租户的政策 是吧 比如说交不起房租不能随便把他们赶走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但是在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啊 他们面临的不是这样的问题是吧 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那个不受制约的政府既欺负房主也欺负租户 所以普鲁恩格斯就明确讲啊 普鲁东只讲租户和房东的矛盾 而不提那个奥斯曼政府怎么驱赶他们是吧 呃 他觉得这个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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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这是不对的 是吧 那么他就要极致鲜明的捍卫那个穷人住在贫民窟的权利 是吧 因为你只有不被驱赶 你才有要求进一步改善的条件 是吧 如果你的住房住的很差 不是你申请福利房的资格 而是你被赶走的那个条件 是吧 那么你这种所谓的福利房对于你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是吧 我们可以讲 现在的欧美左派已经没有办法理解恩格斯的主张 只有在南非白人统治时期的曼德拉 还懂得白人清理贫民窟 驱赶黑人是多么的惨无人道 并且记乎亚历山大镇 当时是约翰内斯堡最著名的贫民窟 是一片希望的沃土 曼德拉没有被左派骂 那是因为南非被驱逐者的肤色和驱逐者不同 所以曼德拉抵抗的是可恶的种族隔离 可是同一肤色内驱逐低端人口的族内隔离 他们是已经闻所未闻了 甚至他们中有些人还会很欣赏中国是中国的奥斯曼式的左派 而把瑞士恩格斯那一代的老左派的抗议 骂成是维护贫民窟的右派 与这些所谓的新左派相比 恩格斯不是要高明的多吗 这就不难理解 马克斯恩格斯固然在现实中批判自由资本主义 但是在经济思想史的传统上 他们一贯对国家管制派的评价坏于自由放任派 对于现实的英国 他们当然是批评的 认为无产阶级应该组织起来 他们认为英国的无产阶级最有条件 成立工会 夺取掌握政权 建设社会主义什么等等等等 但实际上这是空想 但是如果他们讲的不是现实 而讲的是经济思想史 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基本事实就是 马克斯恩格斯在谈论经济思想史的时候 从来认为国家管制派比自由放任派 要反动 就是具体讲 就是经济思想史上的控伤主义 就是那个叫做 就是我们以前把它移为重伤主义 这个翻译我觉得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 我以前也讲过 这个目前把它移成重伤主义 听起来就好像是很重视商人 实际上这个词的意思是要重视控制商人 不是说要排高商人的地位 而是国家要管制商人 要重视管制商人 不要不把商人当一回事 让他们随便做买卖 控商主义 或者说我们以前讲的这个重伤主义 其实强调的是国家管制 不是强调那个做商 给商人以更多的权利 不是这样的 正好相反 以前是把它完全移错了的 是吧 那个Makintillin 我们把它移成重伤主义 而另外一个词叫做 我们以前把它移成叫重农主义 是吧 这个重农主义给 在中国文化中给人的印象 就是重农轻商 是吧 就是认为农民好 商人不好 是吧 好像是要打击商人的 其实不是的 是吧 这个词罪是自然的意思 是吧 所以从字面上移 它应该叫自然主义 为什么说是自然主义呢 他们认为啊 国家不应该多管制 是吧 应该 那个就是 其实就相当于后来 那个哈耶克讲的 那个叫做自生自发 是吧 就是自然的 不是人为管制 那么为什么后来把它翻译成 重农主义呢 就是因为 他们认为农民的经济 就是 就是自然的 因为当时国家主要是管制 关税 主要是管制外贸 是吧 那个时代 18世纪的国家 其实并没有搞什么 集体农庄啊 搞那个人民公社 这种东西 是吧 所以当时国家管制 主要存在于商业领域 是吧 农业中 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些主张自由放任的 主张那个 自由商品 自由市场经济的那些人 他们往往认为 你看农民那样是最好的 是吧 国家不管他们 他们自己发展 是吧 像当时的商人那样 被国家管得很死 他们就认为这很不好 是吧 那么与他们相反的一方 一方就是主张国家管制的 认为国家的政策 就是应该像管商人那样 管一切人 是吧 所以这就叫做 McCanty 这个McCanty 就是商人的意思 是吧 所以以前中国的一些不求圣洁的一些翻译者 就把它翻译成叫做重商主义 我们中国的一些所谓的新左派像那个刘和先生 其实这个词在19在20世纪的翻译中经常出现的 但是我们这位朋友大概从来没有看过前人的那个翻译 所以他另外创造了一个词叫贸易主义 是吧 其实这个贸易主义 你一看就知道指的就是重商主义 是吧 而这个重商主义实际的含义并不是要尊重商人 是吧 并不是要发展贸易 是吧 其实这个McCanty里头有商人这个词罪 但是他的含义并不是说要尊重商人 而是说国家要重视控制商人 要提高关税 是吧 要实行外贸管制 是吧 这是当时 是当时17世纪的一个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很流行的一个思潮 是吧 就是强调国家管制的 我现在把这个词移成控商主义 就是控制商业 是吧 那么过去讲的重农主义 也就是fisio classi 我把它移成叫自然主义 这是根据他的词 那个词根翻译的 是吧 他强调的就是国家不管制 是吧 就是尊重市场 是吧 那么在马克思谈到经济思想史的时候 他们一段认为 那个国家管制派要比自由放任派要糟糕 是吧 那么具体的讲就是 那个控商主义要比自然主义要糟糕 是吧 那么在后来 那就是德国历史学派比英国古典学派要 德国历史学派就是像李斯特这些人 他们也是主张国家要进行经济管制的 是吧 而英国古典学派指的就是亚当斯密 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个事实 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来源于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那么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亚当斯密 那么亚当斯密当然是主张 是主张那个市场经济的啊 是主张那个自由放任的是吧 那么这个与他相反的同时期的就是英国的啊 就是德国的李斯特是吧 德国的李斯特当然是为普鲁士的啊 政策服务的啊 就是国家管制的是吧 那么因此马克思当时是认为德国历史学派比英国古典学派要糟糕 反过来讲就是自由放任比国家 自由放任要比国家管制进步 是吧 奎奈比科尔贝尔进步 亚当斯密比李斯特进步 以至于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啊 就是教科书上讲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被认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来源之一 但是从来也没有人把经济史上的国家管制学派 说成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来源 是吧 包括啊 这个国家管制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也是渊源流长的 是吧 从我前面 除了我前面讲的呃 控商学派以外 还有所谓的官房学派 所谓的历史学派 是吧 这些国家管制经济学都是马克思骂得很厉害的 马克思自己定义一批社会主义先驱 就是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是吧 呃 他们包括圣西门 弗利叶 欧文 与卡贝 等等 啊 那么 这些人呢 他们除了苏灾里头的自由思想以外 如果他们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践 也都是搞民间志愿者的乌托邦 他们没有一个搞过强制性的集体 更不用说搞国有 搞国营企业 是吧 呃 那个时候的圣西门 弗利叶 欧门 欧文 卡贝 这些人 呃 他们都搞过很多乌托邦试验 而且很奇怪的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这些乌托邦试验绝大部分都是在美国搞的 在欧洲搞的都很少 所以这也就是当时那个呃 社会主义者很喜欢美国的一个原因 是吧 因为美国有大片的空地 而且美国也有很多自由呃 让他们搞这种实验 是吧 当然他们的实验都失败了 失败并不是因为政府阻止 是吧 也不是因为什么有什么右派势力阻止 都是他们自己啊 搞不下去 是吧 自己那个那个呃 吃大锅饭吃到一定程度就要分家了 是吧 那么都是碰到这些问题 呃 但是呃 一代一代的老是有人要跑到那里去搞 是吧 所以马克思们自己定义的社会主义先驱 也就是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像圣西门 弗利业 欧文 卡贝这些人 除了苏栽里头的自由思想 如果有实践 他们都搞的是民间志愿者的乌托邦 他们没有一个人搞过强制性的集体 更不要说国营企业 而那个时候的现实的国营企业 是吧 就在马克思时代也有国营企业 那就是当时欧洲官方 是吧 搞的 是吧 像那个法国波旁王朝搞的 呃 国营茅团厂 是吧 这个是呃 那个路易波纳巴很很大的一项呃 国营企业啊 呃 国营茅茅茅厂 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是被马克思骂得很厉害的 是吧 还有普鲁士有人也建议发展国有企业 甚至主张妓院国有化 是吧 说那个四人办的妓院是不好的 应该由国家 这些都是被马克思们骂得很厉害的 是吧 呃 所以马克思那个时候是反对国有企业的 呃 当然是反对现存的国有企业 就是专制政府办的那些国有企业 是吧 那么 即便是马克思推崇的 第所谓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 也没有把民营企业变成国有的 因为马克思当时很讨厌国家的 对于巴黎公社 马克思曾经批评过他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 那是因为为了打仗的需要 是吧 当时呃 那个法国最大的银行叫法兰西银行 呃 当时那个巴黎公社跟凡尔赛政权打仗 这个银行是在巴黎 但是给凡尔赛银行呃 呃 贷款 是吧 支持凡尔赛银行 但是巴黎公社在财政上一贫如洗 是吧 那么马克思就批评过巴黎公社 为什么不没收法兰西银行呢 是吧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批评过 公社不没收一般私营企业 当时的巴黎公社也的确没有没收过 啊 一般的私营企业 是吧 当时只有一些 那个企业组都逃走了 没有人管理这企业 巴黎公社曾经主张让这些工人自己成立合作社来自己管理 是吧 但是呃 这些工人自己管理的都不是国家的 是吧 都没有巴黎公社官方来呃 来主持这些东西 而且他们讲的工人管理也没有说以后就是工人的了 是吧 他们只是说那个在企业主逃掉了不在的情况下要维持企业的呃 经营是吧呃 巴黎公社并没有实行国有制啊 呃 马克思也没有批评巴黎公社呃不实行国有制是吧 总体来讲呃 马克思当时讲的社会主义啊和现实的国有企业完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马克思从来没有对当时欧洲的国有企业啊发表过任何肯定同情的意思是吧 恰恰相反 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国有企业就是不如民营企业 如果我们套用现在的观点的话 那马克思也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坚决的支持的是吧 尽管他说市场经济不好是吧 英国不好 但是他从来不认为普鲁斯要比英国好 甚至我们可以说今天左派支持的福利国家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的雏形是迪士内里比斯迈这些保守的右派搞的是吧 呃 我们知道福利国家最早并不是民主国家搞的是一些比较专制的国家或者说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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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不能说是专制国家 但是仍然有一些比较那个呃 比较那种呃 保守的比较呃 强调威权的是吧 就像那个保守党的迪士内里 那么他们经常就是呃 有一种主张就是用福利来代替自由 是吧 像比斯迈就是这样比斯迈呃 呃应该说他也还是专制的是吧 当然呃不不安全呃 呃不能说是专制但是还可以说是威权吧 呃他是反对呃实行完全的宪政化的是吧 那么他当时就让呃他当时就有一种想法就是呃 呃让老百姓不要追求那么多自由 那么呃政府可以给你们一些保障 是吧 那么因此现在一般认为欧洲福利国家的一个来源就是 欧洲福利国家的一个来源啊 呃以后才是呃在民主条件下有左派有社会民主党 推行的那种福利国家 但是最早的时候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掌权 甚至连宪政民主都还没有完全实现 那么那个时候的福利国家呃呃是一些啊就是那个美国呃呃 美国政治学家那个李普赛特呃称之为叫脱利党的父权制社会主义 或者说叫做呃封建的社会主义 是吧 他们的代表就是迪斯内里比斯迈这些人 呃他们的思想就是用福利代替自由 是吧 就是政府给你们福利你们就不要要自由了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 这种东西 今天很多人认为是现今福利国家的啊 最早的源源 可是大家知道马克思并不欣赏这种东西 是吧 呃 呃马克思恩格斯是是骂迪斯内里比斯迈的这些主张的 是吧 他称之为封建社会主义 认为这一套比资本主义还要糟糕 后来福利国家成为左派的诉求 那是在普拉达以后的事情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左派支持福利国家是在普选制民主以后的事情 在普选制民主以前由专制政府搞的福利 是吧 或者说用福利来取代自由 像这样的主张 当时的左派是反对的 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非常典型的反对这种主张 是吧 在呃 在此以前 尤其是在面对普鲁士专制的马克思和面对沙皇专制的普雷汉诺夫和最早期的列宁那里 他们认为拥有自由民主自由市场而当时还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的纯资本主义的美国和比较专制但却有了福利国家雏形的普鲁士 这两者对比 他们 他们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是吧 那就是 美国要比普鲁士好的太多了 列宁曾经把俄国的前途描述为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的斗争 并且以追求前者就是追求美国式道路反对普鲁士道路为己任 那马克思就更不用说了 甚至在我前面讲到的像公民持枪权这个如今美国左右对峙最典型的问题上 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也似乎更类似今天的白右而不是白左 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也很有意思 那个时候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出了名的仇俄亲美 他们两人曾经这样对比过这两个当时都是后期的大国 是吧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 大家知道当时最先进的国家是英国法国 是吧 是英国法国这些老工业化国家 是吧 那个时候的俄国还是后期的美国当时也是后期的 是吧 但是他们对这两个后期的大国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吧 如果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 如果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 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的后备军 而美国正在通过移民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美国是无产阶级的前途所在 而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的后备军 是吧 或者更简单的讲美国是最进步的 而俄国是最反动的在1864年代表国际工人协会 就是第一国际 自林肯总统的公开信中 是吧 这个1864年的第一国际 林肯当时当选以后 马克思给林肯写了一封祝贺信 是吧 马克思对美国的高调 一点也不下于1989年以后流亡美国的民运人士 他把美国称为伟大的民主共和国 把美国独立宣言称为世界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 把美国南北战争称作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 很有意思啊 他在那里讲的不是指的讲的是黑人解放 他讲的美国南北战争是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 并把林肯称为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 他甚至宣布 欧洲工人阶级的命运是同新条旗连在一起的 而在这之前马克思韩提出美国共和民主美国民主共和的小政府体制是迄今为止最高形势的 迄今为止最高形势的人民自治 如果说这是因为南北战争的特殊时间而有此褒奖 那么在1871年纪念巴黎公社的住宿中 他就把无产阶级执政以后不能搞常备军而应该武装人民 不能搞中央集权而应该搞城市自治政府组成自由的联邦 作为公社的两条最重要的启示 如果说这里没有直接提到美国 那么到了1885年 恩格斯就对他们在1840年代曾经有过的中央集权主张 做出反思 18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跟布朗基派走得很近 包括共产主义者同盟 最早都是一个布朗基派的组织 那么布朗基派当时主张中央集权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复合过他们 但是到了1885年 恩格斯 马克思死于1881年 到了1885年 恩格斯对他们在1880年代曾经有过的中央集权主张 做出过反思 认为那个时候他们受到了欺骗 现在他们主张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 这些都是他的原话 迟到1891年 恩格斯还批评德国左派的爱尔福特纲领 没有提出在德国实行不要国家官僚制的美国式的民间完全的自治权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 提出那个德国的宪政体制的时候 讲的还是德国的那一套 没有提到他们应该像美国那样 是吧 实行彻底的小政府 是吧 在那个乡镇啊 在那个市里头啊 都搞自治 是吧 这一点是受到恩格斯的批评 简单一点讲就是恩格斯认为美国的那个自治体制是最好的 应该指出当时美国实行的这种不同于欧洲的最大限度实行民间自治而减少国家机构及其雇员的小政府 适合社会经济领域 美国最倾向于自由放任 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性再分配方面都晚禁于欧洲 尤其晚禁于比斯迈的德国 是有密切联系的 是吧 讲的简单点 那个时候的美国是一个小政府 小政府就表现在一方面自由很多 但另一方面福利比较少 是吧 那么比斯迈的德国普鲁士 一方面自由很少 另一方面福利就多一点 但是那个时候的马克思 是坚决主张自由比福利更重要的 是吧 他反对有福利 但是不那么自由的普鲁士 而更同情自由最多 但是福利很少的美国 是吧 马克思恩格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 德国要学习美国的小政府 却从来没有主张 美国应该学比斯迈的福利国家 与此相反 那个时候左派眼中的俄国 不仅是本国各族人民的监狱 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了 俄国 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而且还是威胁各国自由的欧洲宪兵 甚至在他们的进化论序列中 比绝对主义政体更靠后的贵族制的波兰 在马克思看来也比俄国要进步的多 是吧 后面要提到马克思有一种思想 就是认为在走向宪政之前呢 要有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 是吧 就是在他看来 中世纪的贵族制是很落后的 我在其他场合也讲过 这是和欧洲的近代化 是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情况下搞的 是吧 所以为了摆脱贵族 在一定的时间内要依靠王权 那么因此欧洲中世纪晚期的那种 所谓的绝对主义政体 曾经被认为是有进步作用的 因为他首先搞掉了王权 是吧 但是当时的波兰还是贵族制的 波兰的是和贵族共和国 当时还没有这个所谓的绝对主义 是吧 也就是说当时的波兰比西欧 如果按照这个观点还要落后 但是马克思认为波兰比沙皇俄国 那还是要进步的多的多 马克思认为波兰人的抗俄斗争 是非常之伟大的 是吧 波兰是保护欧洲文明 免遭沙俄践踏的欧洲不死的勇士 这是马克思的原话 是吧 波兰人是欧洲不死的勇士 两千万英雄的壮举 对于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 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西亚野蛮势力 像雪崩一样压到他的头上 要么他就应当恢复波兰 从而以两千万英雄为屏障 把自己和野蛮人隔坎 以便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俄国的看法 实际上现在呀 你就可以把这个看法套用在乌克兰身上 是吧 那么乌克兰和波兰一样 都是是吧 就是所谓的 就是那个所谓的 保护欧洲文明 免遭沙皇践踏的欧洲不死的勇士 两千万英雄的壮举 对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 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野蛮势力 像雪崩一样压到他的头上 要么他们就应该全力支持 这些两千万英雄为屏障 把自己和这些野蛮势力隔开 有一点很有意思 马克思恩格斯是激进派 他们一贯反对自己在欧洲的同事与政府合作 他们要求工人运动一定要是反对派 是吧 当时到了那个 当时在1880年代以后 欧洲的一些像那个 尤其是法国 是吧 当时法国工人党的绕勒斯 盖德都跟政府合作 参加了政府去当部长 结果被恩格斯骂得很厉害 但是唯独在美国 马克思是赞成他在美国的同事 去加入美国政府的 马克思在美国最有名的朋友就是维德迈 维德迈当时还加入了美国军队 当了美国军队联邦军队秘书里军区的司令 维德迈将军 那么马克思是完全支持他这样做的 但是如果是在欧洲 那就是不可思想的 一个工人运动的领袖 不仅做了政府的官员 甚至还做了政府的将军 那是简直是 如果是在欧洲 那就是不可思想了 是吧 当然 那个时候的美国与今天的美国一脉相成 但是那个时候的帝俄 并不是列宁的苏俄 不过今天的俄国也早就不像 1917年那样反传统了 而是很愿意继承沙俄 在今天俄国的那些 所谓的通三统的思想家 比如在我们国家也很受热捧的 那些卡拉穆尔扎 亚历山大 杜金 这些人 是吧 这些人其实他们都已经明确讲 他们是反对共产党的 他们继承的是沙俄的传统 是吧 那么在马克思那个时代 马克思最仇恨的不就是这些人吗 是吧 这两者在对抗西方 第一是所谓邪恶民主方面 不也是一脉相 那么马恩的那种态度 又与今天的什么东西 更加接近呢 是吧 那么当然我觉得是很明显的 是吧 如果今天我们持马恩的那种价值观 是吧 我想我们现在的这个态度 不应该和 我们现在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的那种态度 有什么不同 那么我前面讲的都是关于国际关系 关于自由概念 关于什么 是吧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马克思怎么看待 马克思门 是吧 我这里讲的马克思门 是包括恩格斯 包括他们这一代所谓的老左派 我这里定义的老左派就是啊 在反专制的问题 还存在的情况下的左派 是吧 呃 我们现在讲的欧洲现在的左派啊 那就是所谓的新左派新的左新左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没有反专制的问题 他们只有怎么看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吧 他们可能对资本主义呃不像马克思的批评那么尖锐 但是他们对专制主义的呃感觉就更没有什么感觉是吧 因为他们早就不知道专制主义是怎么回事了 是吧 那么呃 马克思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是真正的所谓的白右 他们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就是所谓资本主义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马克思是绝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概念的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呃 甚至市场经济也比较少讲 他们讲的就是商品经济 或者说叫做自由的商品经济 自由的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是吧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而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这个也是众所周知的 他们也不会真的喜欢经济上的个人自由竞争 今天的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是马克思的传人 如果说还有争议那么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敌意是非常清楚的 马克思恩格斯无一支持政治自由 但是对于经济自由 如果说我前面讲的他们反对控商主义 反对传统国家垄断 是吧 那么这些反对国家垄断 国家管制 如果说对经济自由也是一种支持的话 那么这在前资本主义状态下也只是属于所谓的客观规律论下 接受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必经阶段 而在资本主义状态下 比如说在英国 对马克思而言 他无疑是希望私有自备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 但是被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和被国有制所取代 是不是一回事呢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在经济上 他对未来是怎么设想的 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怎么理解 那么我们可以在下一个演讲中展开 因为这个话题现在已经不可能展开 那么现在已经一小时五十分了 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演讲 主要就是强调 19世纪欧洲左派在反专制这个问题上 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源 有一点是一个中心 就是在19世纪欧洲的这个左派 包括马克思 他们首先是要反专制的 其次才是反资本主义 但是他们也的确是反资本主义的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他们反资本主义的这一面呢 那么这个就是我下一次要给大家谈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的讲课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